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献沙特音乐节,眼球外凸现蛇精脸衣整容。 迪丽热巴自出道以来,网友们给她的印象就是好看,网友们对她的评价就是花瓶。 因为仔细一想,迪丽热巴到现在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影视女主作品。 很多作品也都扑街,但是在这个娱乐圈只要好看就够了。 花儿与少年最新一季已经悄悄开拍,迪丽热巴的身影也出现在录制现场。 在网友放出的照片就能看到,迪丽热巴一行人落地沙特机场,看来最新一季是在沙特开录。 然而没过多久之后,又有网友发现在沙特的某场音乐节,偶遇到了迪丽热巴,并上传了几张现场照片。 本以为迪丽热巴是作为演出嘉宾在台上表演节目,但是仔细一看,热巴只不过在台下作为观众在观看。 而在热巴的周围,都是花少最新一季的嘉宾,像王安宇、秦兰、秦海璐等,一看都是一些知名演员偶像。 想必节目播出时一定很有看点,比竟相比之前的节目这里面低人都没那么抓码。 而从另一则流出的视频来看,音乐节结束之后,迪丽热巴还不开心地撇了撇嘴。 在视频中看就像麦蒙一样,直接融化了粉丝们的心。 而都说路人的路透图最能体验一个明星的颜值,很多明星也都拜倒在了路人的生图之下。 可以说路人生图就像是一面照妖镜,直接照出了各个明星的原型。 迪丽热巴非常贯彻自己是美女的形象,在路人的镜头面前挺直腰杆。 就感觉她能猜到有人拍她一样,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,甚至还有点妆。 但是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皮肤状态非常好,虽然看不出有没有化妆,但是在生图中看不出一点瑕疵。 但是有网友就找出了一张迪丽热巴看镜头的照片,照片中的热巴眼睛特别大。 可以说大得有点离谱,就感觉整个眼球向外突出一样,看起来非常不自然。 除了这一点,有网友发现热巴的脸型也非常奇怪,整个脸型与之前网上流传的那种蛇精脸非常相像。 下巴特别尖。就有网友怀疑热巴可能在自己的脸上动了手脚。 有非常明显的整容痕迹,总感觉热巴的长相越来越网红化了。 除了颜值之外,第一热巴的身材也是娱乐圈一流的。 它在各种红毯上展现着自己傲人的事业线,很多人也是非常羡慕热巴的身材。 但就在现场的生图中,只见热巴穿了一件很显瘦的不规则黑色长裙。 但是这个裙子并没有将热巴衬托得非常瘦,反而在把热巴的小肚子给彰显得一览无余。 整个肚子向外突出,非常明显。 而在热巴的脸上也能感觉到肉感十足,总之就是比之前胖了,看来这次沙特之旅把热巴养得胖胖的。 但热巴毕竟是女明星,最基本的身材管理还是要有的,希望热巴多控制自己的嘴巴。 总而言之,热巴的的生徒一直不会让人失望,而他对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明确。 也一直在努力营造美女的形象,但是作为一个演员,还是希望热巴能好好磨练一下演技。 最后希望热巴这次综艺之旅可以玩得开心。